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几位读者 拍的一些关于我的书的照片 这本书的话我以前也有给大家介绍过 是我在去年11月末出版的一本赏文书 书里面大概描写了我的部分的童年的经历 还有我在挪威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所感 还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 这本书出版的话也应该算叫做好事多磨 这个的话以后我再给大家多分享 然后这些的话基本上都是读者拍的一些照片 她妈还是挺喜欢这种敬物的风格 然后这张照片的话是我写的 这篇文章的话是我写的一篇关于我奶奶的一些事情 我平时的话虽然不以这个为主页 但写作的话是我的一个爱好 现在的话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 我也希望能把这种爱好一直坚持下去 把摄影和写作相结合起来 期待以后的话我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摄影作品 还有文质作品 因为这几天我在网上上网课 就是上关于摄影的一些课程 所以这几天的话制作视频有一些少了 但是我会弥补过来的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会尽量跟大家多见面 我们下期再见